好的好 谢谢 一般都会有1万 这个有个小问题 我看PBT上是北京工业大学 还是北京华工大学 赶紧改一下 方老师您那边可以改一下 我们小编 北京华工大学对不对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对有一个PBT 北京华工大学 工业大学PBT 赶紧改一下 北京华工大学对 ok 不许是小编小编敲错了 因为华工大学很多人来过了他就 这边可以改一下 对把这个这个 ok 我改掉了北京华工大学 赶紧改 左下角这个 左下角 左下角这个有问题 左下角这个 他估计是手敲的 他估计是手敲的 ok 对 这样可以啊 可以可以 你可以在看赵老师那边 是不是也别 我待会可以看一下 复旦写成交大 这个 复旦写成交大 复旦问题了 交大马上赶紧来挖人了 就 应该没问题 嗯 那大家我跟老师 我们直播要马上要开始了 嗯 我们先关一下那个麦克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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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欢迎来到科研云 NML联合推出的材料科学前沿系列云讲座第69期 我是主持人范修林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来自北京工业大学的孙代诚博士 和复旦大学的赵吉博士来给我们做学术报告 首先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报告人 第一位报告人是孙代诚博士 孙代诚是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1994年于吉林大学获得学士学位 1999年中科院长城硬化所获得博士学位 先后在德国和美国做博士后 2010年作为中科院百人计划研究员 加入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2016年加入北京工业大学 曾获得美国R&D100奖 MRS固定、MRS Advantage课作编辑 在MRS等国际会议上做大会报告和分会邀请报告20余次 发表而思压论文120余篇 引用超过9400余次 H-Index为46 获得授权中国专利9项 美国专利2项 主要研究兴趣包括 具有可见光响应的高效光突化剂 在能源及环境上的应用 以及高效荧光探紧的发光调控剂 在纳米诊疗药物上的应用 为了更好的交流 欢迎大家扫描屏幕右上方的二维码 加入科研云交流群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宋大成博士给我们做报告 那么首先感谢天津大学的胡老师的邀请 来到科学语言上来做报告 那么同时也感谢范老师的介绍 那么今天我这块共享怎么 共享 能看见吗 可以 那么首先感谢两位老师的介绍跟邀请 那么今天的很荣幸到科研云这个平台上 来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组最近关于光吹化体系下的一些研究工作 那么首先主要介绍一下 我们课题组的一个研究方向 我们课题组主要是以 光响应的半导体为主 那么当光照射到半导体上之后 产生这个激发态的电子 那么如果这个激发态的电子 那么转移到 可以通过一个助催化剂转移过来的时候 那么它可以发生一个 还原反应 那么可以用于产清 以及二氧化的还原 以及包括最近的一些做的氮的还原 以及或者叫氮的固定 那么它的控穴呢 那么可以通过一个助催化剂呢 转移过来生成一个自由基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自由基呢 就有一定的氧化性 那么可以用来这个污染物的降解 或者呢直接借助一个助催化剂呢 将水分解产生氧气 那么当然这个激发态电子呢 那么也可以跃圈回来 那么与这个控穴结合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发光的一个特性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荧光 那么这块呢 我们主要是来做了一个荧光探点的工作 那么讲荧光探点和纳米药物来结合 来做一个诊疗试剂 那么今天呢 跟大家主要汇报的呢 就是这个半导体在光吹化上的一个应用 那么对于在光吹化呢 那么它的基本的过程呢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 当光照射在这个半导体上之后 那么这个电子从这个架带 激发在这个导带上来 这个导带上这个电子呢 传过 传输到这个半导体的表面 通过表面的注射化剂 那么它可以引发一系列的 这种还原反应 那么它其实还原反应 所要求的满足的条件 那么就是说 我们让这个导带上这个电子 它在这个电视 要比这个所要发生的 还原反应的这个电位要高 这样的话这个电子 可以传输到这个电位上来 那么相应的 我们可以来做这个氢气的产生 以及二氧化碳还原 或者氮气的固定 那么同样呢 如果这个空穴呢 传输到表面上来之后呢 它也可以借助于 这个注吹化剂 来发生一个水氧化 或者有机物的一个分解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因此呢 在光吹化过程呢 那么它也按照这个 整个这个光物理的过程呢 分成了这三个阶段 那么首先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光吸收 那么人们选用不同的这种半导体 最常见的比如说二氧化碳 比如这个碳森碳4 以及硫化割 以及其他的这些半导体 来吸收光 来产生这种激发态的这个电子 那么进一步呢 这个电子呢 通过这个半导体内部 传输到这个半导体的表面 那么这样这个过程呢 我们称之为电荷的分离 那么讲电子和空穴 传输到不同的部位 实现一个空间上的分离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以为下一步的反应来提供一个条件 那么进一步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助催化剂 比如做还原反应 产青的这个波 或者是产氧反应的这种氧化骨一类的 这种助催化剂呢 可以进一步发生这种还原 或者氧化的这样的化学反应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是通过跟大家介绍呢 也是在通过在这三个方面 分成这三个方面 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光催化剂的这个设计 以及一个应用 那么首先呢 我们最近呢 也是做了这样一个工作 就是光催化剂碳色弹似的一个改性 那么实际在2009年呢 福州大学的王欣诚老师呢 那么他们发现 并报道了这个碳色弹似这种结构 那么实际上是从三聚氧氧出发 那么它经过一个热解反应 形成这样的一个聚合物 那么它具有一个很好的 相对窄带系的一个带系 那么它可以吸收一份的可见光 那么因此呢 而受大家的一个关注 那么和二氧化碳相比呢 那么它的这个根源可见光 可以达到在475左右 那么如果我们从碳三氧氧的合成上呢 实际上碳三氧氧在近几年 它的光催化的这个性能的不断的提升 从最开始的从三聚氧氧来直接热解 那么近些年呢 逐渐发展的从最普通的尿素 或者流尿这样一步热解 那么来得到这样的碳三氧氧 那么这个这里给出来 是一个最典型的 由尿素合成这个碳三氧氧的 这样一个TM的图 那么它的这个光催化特性呢 也比较稳定 那么我们组呢 在做光催化的同时呢 也做了一部分碳点的工作 那么碳点呢 是一类什么呢 是那样的物质 它就是它具有一个 共恶的一个碳的 这个SPR的这个碳的结构 同时它又表面有很多 不同的这种光能团 比如缩机 枪机 甚至氨机这样的 这些的光能团 那么这种共恶的结构呢 赋予它呢 具有一个很好的光吸收 以及发光的特性 那么如果在讲 它的合成呢 它是通常来讲 只有两种方法 一般的呢 就是最开始发现的时候 是用所谓的top down的方法 就是把碳材料如 比如石墨烯 或者碳单米管 那么把它呢 逐渐打碎 变成一个小的particle 这时候呢 你就得到了一个碳点 而从另外一方面呢 所谓的bottom up 这个路径来 合成碳点 那么它是从 有机的小分子出发 来经过一个水热 或者是氧化的作用 那么这时候你得到了一个碳点 而我们组呢 主要是做呢 那么柠檬酸加尿素 这样一个体系 那么这里可以看出 用利用柠檬酸和尿素 再清过一个简单的水热 那么你可以调控 它的一个反应条件 比如反应的温度 反应物的这个比例 你可以得到不同的 发蓝光的 发绿光的 甚至发红光的一个碳点 那么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 发光的单元 以一个LED 集成它一起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 不同发光的这种LED 那么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碳点 它可以用柠檬酸 跟尿素来合成 而碳酸碳4呢 那么它可以通过尿素 或者是流尿来合成 那么这样的话 就给我们有一个启发 那么就是 如果我们简单的 把这个尿素跟柠檬酸 直接混合到一起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参照 合成碳酸碳酸4的 这样的一个 合成路线 来做这波 这个反应的时候 那么它会有一个 什么样的结果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把它的 二者混合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 当你温度升到 100度以上的时候 这个尿素 逐渐的融化 这个时候 这个反应的固体呢 逐渐转化成液体 那么这个液体 它的溶液呢 也逐渐转成黄色 当温度接近 300度的时候呢 那么是这个时候 这个反应体系呢 它又重新升上了固体 升上了一个白色的固体 那么进一步 再往升至到 550度 以及在550度 保温两小时之后呢 你就得到了一个 淡黄色的固体 那么这时呢 我们认为 整个认为实际上 我们获得了一个碳点 嵌入到 那里边的一个碳三碳四 那么为什么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呢 我们首先我们研究了 它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试温下 我们把尿素跟柠檬酸 混合到一起 那么这时候 当你温度升约到 升约到100度以上的时候 这时候形成一个液体的一个状态 我们监控了 它这个整个反应的过程 你会发现 这时候 在这个300多跟400多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 很好的 这两个吸收风 那么而且 随着这个温度的 这个增加呢 那么400多这个风呢 又逐渐的增强 如果你去看 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材料 它的荧光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 550度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一个荧光风的出现 那么这块呢 根据我们以前 做探点的经验是说呢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实际上是 它形成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探点 那么为了进一步证明呢 我们也做了一下 TEM的这个表征 在这个时候 比如在200多的时候 你拿到样品 你去做TEM的时候 你会发现 非常好的均匀的 这样的一个小particle 那同时呢 我们也做了一下 拉曼以及X2D的表征 那么这些呢 都体现出了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一个探点的一个结构 那么 当你进一步 把它升高到 这个300度以上的时候 变成白色固体的时候呢 那么你去看 这个时候 在这个固体里头 也含有很多的小particle 如果到高幅面下去 看的时候呢 那么你会看到 很多这种 有金格条纹的 这些结构 那么我们认为 这个时候呢 确确实实生上了 这个碳点 那么混合在这个 固体里边 那么当你 进一步升高到600度的时候 你会得到一个典型的 碳三碳四的 这种形貌的 这个物质 那么也就是说 它具有一个非常薄的 这个片层结构 纳米片的结构 那么 从高分辨看出来 它在这个纳米片上呢 实际上嵌入了很多的小小的 这个particle 那么高分辨上 这块也表现出来了 很多的只有金格条纹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因此这样也证明了 我们这时候确实实得到了 一个碳点 嵌入到碳三碳四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第一个问题 我们就想 我们为什么把碳点 引到碳三碳四里来 我们知道碳三碳四 我们希望改变的 就是它在可见光的一个吸收 碳三碳四 它的一个光学代性 大概是在2.8到2.7左右 这样的话 这样的一个代性 那么这样就限制 它的光学吸收呢 只能在500纳米以下的光 可以被它吸收 而500纳米以上的光 很难被它吸收 那么因此当我们加入碳点的时候 我们希望利用碳点的 这样的一个共恶结构 来拓展碳三碳四的 这个共恶体系 使它的共恶体系有所延长 那么我们都知道 当你共恶体系增长的时候 它的这个光学代性 就会窄化 那么进一步 它的可见光吸收会有所增加 那么这是给出了典型的 随着不同的量的柠檬酸的加入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吸收逐渐的这个红移 那么通过这个Talk Plot 我们可以看出 它的这个光学代性 可以从原来的2.84电子福特 载化到2.08电子福特 那么这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加入 柠檬酸的量 也就是说我们在碳三碳四中 引入碳点的这个含量 来调控我们所得到的 这种产物的 它的一个光学代性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调解 它的光学 这样可见光的一个吸收范围 那么进一步就是说我们想知道 在这个体系下碳点跟碳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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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 它的这个当你去做光碎化的时候 那么它的电子或者空学 它的传输路径是什么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怎么如何来表扰 它的传输路径呢 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 就是说实际上用光沉积来沉积一个柏 从路柏酸把它变成光光光源成为一个柏 particle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你要从路柏酸变成柏的particle 那么它一定需要你去得到电子 那么得到电子呢 这样的话你柏所沉积的这个位点 实际上就是说 我当我光照之后所产生的激发态的这个电子 它所传输的这个位置 那么这样的话 当我们看到这个左边这个图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底下 沉积柏所得到的这个TM图 我们就是可以看到 当你所有的这个柏的沉积 都是伴随着旁边伴随着一个碳点 同时出现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柏是沉积在碳点附近的 那么进一步我们可以推出 那么这个电子实际上 当你光吸收这个碳点 碳三蛋斯这个化合物吸收光之后 它的电子通常传输到碳点上来 那么这样的话才导致我不沉积到这个碳点这个位置 那么同时呢 对于空穴的传输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光沉积 这个氧化钳的这样的一个实验 那么氧化钳它呢 是由于从二架的钳氧化成变成四架的 那么也就是说 你空穴所传输的位置 就是我氧化钳所带的位置 这时候你看到的结果呢 那么实际上就说 氧化钳其实它的沉积位点 总是在没有碳点的位置上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体系下 电子当光激发后产生的电子 那么倾向于传输到碳点这个位置上来 而空穴呢 留在了碳三弹四上 那么因此在碳点呢 在这里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电子的受体 那么实际上在2015年呢 那么那么康正辉老师 苏州大学的康正辉老师 他们报道了 用碳点碳三弹四这样的结构 那么他们实现了一个 全解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这个碳点碳三弹四这样的材料呢 它就有一个全解水的功能 那么在这里呢 他们提出了 在当时报道的 碳点的一个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说由于碳三弹四 那么它产生了一个冠化氢 那么这个冠化氢呢 在碳点上 那么把所产生的这个冠化氢来分解 分解这时候产生氧气 那么这是当时的 它那篇science上的一个研究结果 那么这样的话 实际上这个结果呢 跟我们前面的结果呢 就有存在着一定的这个矛盾 我们前面的结果说明什么 说我的碳点是一个电子受体 一个电子受体 那么也就是说电子 存集到这个碳点上来 而在这里面的这个science上 这篇文章呢 又提出碳点是过氧化氢的一个分解 那么究竟是一个怎么回事 因此呢 我们一起 包括我们跟康老师一起合作 来解释这个现象 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那么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光电流的实验 说如果存的这个碳三氮四来讲 那么在光照下 那么它的这个光电流 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延长 这个光电流逐渐逐渐的衰竭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体系下逐渐产生了过氧化氢 那么过氧化氢呢 使碳三氮四这个光催化剂中毒 那么导致它这个体系失活 那么当你研究碳点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在做它的这个光电流逐渐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的光电流会稳定在 就有一定的数值 但是它并不是一条直线 而是具有一定的这个波动性来存在的 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波动性 是不是由于我们 由于这个碳三氮四所产生的过氧化氢 被碳点分解所造成的呢 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个体系下 在这个体系中 引入了非常少量的这个存的过氧化氢 你会看到当过氧化氢加进去之后 那么它这个波动性 这个频率变得非常快 那么也就是这时候 你的过氧化氢的浓度很高 那么碳点的主要的功能来分解这个过氧化氢 所以导致它的这个波动这个频率呢 非常之快 那么随着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那么这个波动的频率呢 会逐渐的衰减下来 那么进一步延长这时间呢 你会看到这个非常缓慢的 这个波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因此呢 这个综合起来我们认为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因此我们就认为 确确实实在这个体系下 碳酸酸酸酸受光照的时候 那么它产生的空穴 把水氧化生成了一定的这个过氧化氢 那么这个过氧化氢呢 扩散到碳点的时候 碳点会把它拿过氧化氢来分解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跟前面说 究竟这个碳点的功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因此我们提出了是这样的一个解释 那么实际上就是当你在这个体系上引入碳点之后 那么所产生的一个电子 这个电子呢可以转入到碳点 当没有过氧化氢的时候 这个时候冗叶中这个水呢 用来产青 而另外一方面 这个空穴呢停留在这个碳酸酸酸酸酸 这是算了这个空穴呢 会把水分子氧化 氧化成过氧化氢 那么这个过氧化氢在溶液中 随着它的浓度的增加 它的这个碳酸酸酸酸酸酸性能会有所衰准 那么这样的话 它会抑制它的一个光碳化性能 但是当过氧化氢 扩散到这个碳点上的时候 那么这个碳点会促使这个过氧化氢 分解生成氧气 那么这样的话 由于这个过氧化氧被降解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电流 这个光粹化火星就有所恢复 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 整个这个体系会有一个 非常缓慢的一个波动性的一个进行 那么因此在这里 我们就发现了这个探点 在这个整个体系中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 它譬如在正常情况下 它是作为一个产清的火星中心存在 当你过氧化氧扩散到这个表面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过氧化氧分解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在这个整个这个体系里 我们发现当你加入非常少量探点的时候 那么这个体系 它的光粹化火星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 但是当你加入过量这个探点的时候 那么它的光粹化火星又迅速的下降 而且在这几年的这个发表的文章中 实际上这个现象不仅仅是在探点这个体系 那么后边其实好多人都已把不同的有机分子 来引入到这个体系中 那么都是发现实际上就说 当你在这个体系中引入非常少量的外界这种探杂的 这个分子的时候 都会使这个体系的光粹化火星有所增加 但是当你这个体系稍稍多一点的时候 它的光粹化性能 那么这样就会有迅速的下降 那么为什么它会下降呢 那么因为我们这是考虑 这时候呢实际上就是当你引入探点的时候 探点作为一个电子受体 那么是不是它在这个体系中的这个产青的这个火星 会影响着整个体系它的一个火星呢 就是当你这个电子受体加入多之后 它的性能就得到这样一个体现 而且呢 那么产青的位点呢也在探点上 那么这样实际是你改变了探三弹四的一个产青的火星中心 那么基于这种想法 我们就想我们能不能改进一下 在这个体系中我们引入一个电子给体 那么这样的这个结果是一个什么样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工作 那么同样我们去利用尿素 那么但是呢这个分子我们不是用的尼龙酸 而是用了基干这样的一个分子 那么在尿素分解的时候 它产生这个碳三弹四这样这个三氢环 那么这个Malame这个单元 但是基干在这个体系中呢 它会逐渐演变成这样的一个小分子 那么为了证明这个小分子存在的 我们也观测到去做了一下这个质谱 我们发现在它的正谱里有一个193的风 那么对应着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在它的副谱里呢 我们检测到170的这样的一个风 那么时间对应着这样的结构 因此我们推测出来呢 那么实际上这个结构它同样含有这个三个氨 这个三个氨呢 那么可以把作为其中的一个单元 跟这个三氢环来一起共聚 形成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这个结构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那么普通的对于碳三弹四来讲 当它的这个HOMO LUMO呢 那么结果呢就是说它的这个HOMO呢 那么是实际上是覆盖的在这个三氢环上 而那么同时呢 它的这个LUMO呢 其实也在这个三氢环上 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增加了这个电子控学的 这个复合的几率 当你引入基干的复合这个单元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HOMO呢 那么主要集中在这个基干 所引进这个单元上 而它这时候当它的激发态的这个电子呢 主要就停留在这个三氢环这个单元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可有可能会造成了这个电子跟光学的上的 一个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分离 空间的这个分离 那么会促进它的这个电荷的这个利用力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就也表证了它相应的 它的这个光系收 这个光系收 那么你可以看到随着基干的增加 那么在这一块 在500纳米左右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吸收风出现 那么在我们同样 我们做了一个AQE的表证 我们发现在引入基干之后 那么它在500纳米的处的这个 这个光粹化的效率 几乎是它在紫外光这个附近的 这个一半左右 那么跟它的这个光谱吸收呢 所对应 而这是之前呢 所做的结果呢 就是我们之前所做的结果 当你引入它之后 它在这个部位 在这个长波长部位 虽然有一定的提升 但是提升的这个效果呢 并没有那么的明显 那么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当你去引入一个电子改体的时候 是可以有效的改进 它的这个 在进一步将可见光的吸收 进一步往前往前推广到 推广到500纳米 甚至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么由此呢 这也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 一个启示 就是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些 新型的这个分子 那么它相对于碳层单式来讲 那么是个电子改体 那么有可能使我们的 对可见光的这个利用呢 进一步增强 那么这就是我们组最近在光吸收方面的一些工作 那么接下来呢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组在电荷分离 主要是在这个直接Z-Scheme构建上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么通常电荷分离来讲呢 是有这样两种结构 那么也就是所谓的这种 这种促进电荷分离的方式呢 就是有两个半导体来构建这种一质结 那么一质结呢 我们知道对一质结这样最典型的 从那边讲 就是它有type1的type2的这两种 type1的实际是说一个宽的一个窄的 那么实际上是这个宽的 跨在两个窄在两个窄之外 而另外一种呢 那么实际就是在这里跨的 这个最典型的二型一质结 所谓的二型一质结呢 那么就是他们这两个半导体的 这个导带跟架带这个位置刚好错开 错开之后呢 那么这时候呢 电子倾向于往这个势力低的地方去流动 而空穴的往这个高的地方去流动 那么这样的话会造成 电子空穴分别停留在两个半导体上 那么实现这样的一个空间的 一个电荷分离 那么这样的电荷分离呢 是避免了这个电子空穴的 有效的这个复合 所以提高电荷的这个利用率 那么这是一种电荷分离的方式 另外一种呢 实际上就大家称这位Z-Scheme Z-Scheme呢实际上是它是在自然界中 光合作用中最典型的这样一个体系 在光合作用里的那么它存在着 这个PS1跟PS2这么两个体系 那么这两个体系呢 它最典型的测试实际上就是说 由PS1里的这个空穴跟这个PS2里边的这个电子 它们之间结合 这样的话呢 同样就把这个半导体一里的这个电子留下了 而把二里的空穴留下了 那么这样的话也同样也实现了这个电荷 这个电子跟空穴分别停留在两个不同的这个半导体上 那么这样呢 进而呢实现了空间的这样一个电荷分离 那么它的好处呢 从对比这个医治节来比 那么这样的话 在这个体系中 它保留了这个电子的这个高电位 同样也保持了这个氧和空穴的一个高电位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体系里的 它能够保持这个医治节的这个高的还原性跟高的氧化性 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设计后边的这个氧化还原反应来讲 你有更多的选择性 那么因此呢 在最近几年大家都纷纷的来构建这种直接的this game这种结构 那么在这里呢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在光碎化里经常用到的一个光称积技术 那么所谓的光称积技术呢 就是半导体当你受到光照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溶液中 这个电子受到激发 它从这个架带激发到导带 那么同时这个电子的被溶液中的这个路波酸所接受 那么接受之后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路波酸会被还原 就形成了一个金属的一个波particle 那么这也就是说 当你波这个沉积的位点 实际上就是你电子流向的位点 同样如果你做氧化反应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被氧化产物 比如说氧化钳 它所沉积的位点 就是你空穴所传输的这个位点 那么因此呢我们就想 如果我们能否利用这个光沉积这种技术 来调控电子跟空穴所传输的这个位点 来构建这种直接的这 scheme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 就是说是不是两种半导体放在一起的时候 它一定形成是一种 一致节 也就是说要么就是说 它是是否可以说 我拿了两种半导体之后 只要往那边一起放 它们一定是一致节 或者一定是这 scheme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 那么比如从碳三蛋四来讲 我们把它的利用 一种是利用水热法去沉积流化隔 另外一种方法呢 我们利用光沉积的方法来沉积流化隔 那么我们就发现 当你去做完之后 这两种所沉积的这个硫化隔相比呢 那么它整体来讲 它的这个光沉化的这个活性呢 都有所增加 但是我们用光沉积的所做的呢 那么这个硫化隔跟碳三蛋四呢 它具有更好的一个光沉化的活性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用光沉积所做出的这个复合物 它呢也具有一个更好的光稳定性 而同样我们利用化学法呢 水热法去合成的 所合成的这个东西 它的光的一定性很差 它的光活性 光沉化活性虽然有一定的提高 但是没有光沉积方法所做出来这个复合物的这个光沉化活性更高 那么因此呢我们就首先我们也同样也利用进一步利用光沉积这种技术 我们来判定 判定硫化隔碳三蛋四这个体系下这个钵跟氧化铅 利用光沉积来判定硫化铅来判定它的电子流动方式 那么首先呢这里给出了化学沉积的这个硫化隔跟碳三蛋四 我们看到这时候看到呢 它的钵呢实际上是总沉积在这个碳三蛋四上 那么氧化铅呢 那么实际上在这里它是沉溺在硫化隔的这个附近 那么也就是说当你用化学法合成的这个复合体系 那么它的这个电子产青的这个位点是留在了这个碳三蛋四上 而在这个里面呢它的空穴呢是是停留在了这个硫化隔上 那么这这才会有有这个这个结果 那么也就是说当你用化学法合成的这个体系来讲 它很明显这样的话它构建出来是一个this game的体系 那么因为只有this game的体系 它才能在这个电子才能传输到保留在这个碳三蛋四上来 空穴才能停留在这个硫化隔上 而对于光沉积这种方式呢 我们发现呢它的钵呢实际上是总沉积在硫化隔上 而氧化铅呢却沉积在这个碳三蛋四上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到呢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它的产清发生在这个硫化隔上 而它的这个氧化是实际上是发生在这个碳三蛋四上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说 这时候在这个时候它所形成的是个一质结的这种结构 那么同样呢这样的话我们也进一步通过 正是由于这种两种不同的这个一质结 我们来理解它的这个光稳定性 那么对于这个化学沉积上的这个硫化隔跟碳三蛋四来讲 正是由于它的空穴停留在这个硫化隔上 那么由于这时候呢它才会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这种光辅实现象 那么也就是说它的稳定光稳定性 光碎化活性的这个稳定性是它的衰减非常快 而对于你光沉积所做出来 那由于它的空穴是传输到这个碳三蛋四上 那么碳三蛋四呢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 那么由此呢这样的话 从而就减弱了这个硫化隔这个光辅实现象 那么因此它的这个光稳定性也比较好 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 其实对于两种不同的半导体 你的沉积方式 你的制备方式可能会决定于 它究竟是抑制节还是说this game 那么进一步的呢 我们讲因为我们前面讲了 对于一个this game来讲 它很好的保持了这个光催化剂 它的还原能力跟氧化能力 因此大家都希望来构建这个this game 跟this game结构 而但是实际上目前来讲 大家如何去构建 往往都是说OK 我先做实现 来去把这个复合体系构建出来 当你构建出来之后 然后我再通过不同的手段 来判定它是抑制节 还是说this game this game结构 那么因此呢我们就想 我们如何能够有意识的 来构建这种直接this game结构 那么从前面我们知道呢 就是当我们去做光沉机的时候 我们的硫化隔实际上 它是通过一个还原反应来制备的 那么也就是说流化隔 一定沉积到这个负电子的这个区域 那么由于这个区域是负电子的 那么因此在光照下 那么它的这个区域呢 那么一定是电子 会往流化隔上去跑 那么因此呢 也就是决定了它为什么是来形成的是一个 一枝节的一个结构 那么正是因为这种思路呢 我们在想如果我们给你一个半导体 比如说我们先从这个半导体一出发 当你光照之后 那么它产生一个电子 电子的电子在这 那么如果我们想把它构建成this game 那么一定是说我要把它的空穴解好掉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第二个半导体 一定要沉积到它的这个空穴的一个区域 那么也就是说我要通过光氧化这种方式 来沉积第二个半导体 这样它就会形成一个this game 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半导体二先出发 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想去构建this game的结构的时候 那么一定是我要把它的半导体二 它的一个电子去消耗掉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去用一个光光源去做 这时候呢这个半导体呢 一定沉积到它的电子腹肌区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来消耗掉它的电子 从而得到这种this game的结构 那么这时候我们所提出了它的一个设计的思路 那么正是由于这种思路呢 那么我们下面用两个实时例来证明是否这种思路是可行的 那么首先呢我们选择了一个碳酸酸次作为一个半导体一 那么如果你碳酸酸次作半导体一的话 那么我们的这个半导体二一定是要通过光氧化来沉积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选择了用铁来做氧化铁来做 就要选择它做一个半导体二 那么它可以通过一个二架铁氧化形成一个三架铁 那么这是我们所做的这个结构 那么在碳酸酸次上沉积上了这个三氧化二铁 那么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的光吸收光谱呢 那么在这地方明显出现了一个氧化铁的一个吸收风 那么这是它的这个XRD证明了碳酸酸次的一个存在 就是氧化铁 由于这个氧化铁存积的量比较少 所以在这个复合体系上那么你看到这个风很弱 那么同样我们利用这个光沉积的方式来判定这个电荷的传输方向 那么这是我们所做的这个这个铁 那么这块呢同样这个particle呢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钵的一个particle 那么也就看出来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去沉积钵的时候 那个钵实际上总是沉积在这个碳酸酸次上 而不是在这个三氧化铁上 而当你去沉积氧化铅的时候 那么氧化铅实际它沉积在这个氧化铁的这个附近 那么也就确确实说证明了我们把这里的这个空穴留下了 那么在这边这个电子留下了 那么进一步呢我们也通过一个自由机的这个捕获 来证明了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这是一个存的三氧化铁在对一个罗丹明币的一个降解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三氧化铁呢对它的降解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而对于这个存碳酸酸呢那么它可以进行降解 而复合之后呢它的降解效果呢会会更进一步增强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动力学常数就是反应速率 那么当你没有任何困扯的时候呢 那么它就是这个复合体系对它的一个降解速率是0.13 而对于加入了一氏本坤之后呢那么一氏本坤是干什么 它是一个超氧自由机的一个捕获剂 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超氧自由机通常是由于空气中的氧 水中溶解的氧分子这样获得了一个电子所产生的 那么如果你有存在着一氏本坤的时候呢 那么你会把这个超氧自由机捕获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个本坤来讲呢 那么在这个体系下对于这个三氧化铁来讲呢 那么加入它对碳三碳四就是碳三碳四 这个体系来讲那么它本坤呢会把超氧自由机捕获掉 而这对于这个IPA呢它是一个枪击自由机的一个捕获剂 那么甲醇呢是一个空穴的捕获剂 那么同样呢在这个体系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那么在这里呢主要是这个IPA 那么枪击自由机跟这个空穴的捕获剂呢 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混质效果 而对我们存的这个这个复合体系呢 我们发现三种这个这个自由机捕获剂呢 都会使这个这个反应困驰掉 那么也就进一步证明了实际上在这个碳三氮碳四里头 主要是超氧自由机来起光降解的一个作用 而对于三氧化铁上主要是枪击自由机的一个捕获的 而对于你复合体系来讲呢 那么实际上这个三种捕获剂都有作用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同样同时我们利用了这个空穴 也利用上了这个电子 那么因此呢我们所获得的这个体系呢 一定是一个直接的Z-Scheme结构 那么相应的这个光穴化活性呢 那么我们也检测了这是它的一个相对一个产清 产清的这个AQE以及它的稳定性 包括这是一个产氧这样一个特性 那么都说明了我们确确实实在这个体系下 我们形成了一个直接Z-Scheme的一个结构 那么进一步我们通过上面呢 我们也检要推测了一下它的一个机理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边是它碳三氧四的这个结构 那么这是一个三氧化二铁的这个Bandgeap 当它俩集合在一起 由于它的这个费米能机拉平效应 那么这样的话会使二者产生一个带弯 那么这个带弯呢 其实是电子的向上这边流动的更容易 那么空穴向这边流动的更容易 所以在这个界面上是产生的一个电子跟空穴的一个复合 那么进一步促使这个空穴跟电子的一个保留 形成这样的一个直接Z-Scheme的结构 那么从另外一个出发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S半导体二出发呢 那么这时候我们选择的是一个二氧化态作为一个半导体二 那么如果你想构建直接Z-Scheme的话呢 那么对于这个半导体一的话 那么一定要通过这个光环源来构建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选择了硫化隔作为一个半导体一 那么这是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样品 那么这个样品呢就是硫化隔呢 很好的附着在这个二氧化态上 那么同样呢我们也通过了这个 波根氧化钳的成绩来判定这个电子的传输方向 以及我们进一步通过了自由基 那么来判定 那么二氧化态呢它主要是以枪极自由基为主 而硫化隔呢是以这个超氧自由基和空学为主 那么复合体系呢实际上三种那个体系都存在 那么这样的话也就证明了确确实是二氧化态跟 然后那个二氧化态跟的硫化隔呢 这样也形成了一个直接Z-Scheme的结构 那么因此呢就这样的话呢就是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提示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光称机的方式 来有意识的来实现直接Z-Scheme的这样的一个构建 那么这块呢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光称机 那么把不同的这种半导体来这样的话构建 那么就能够如果我们设计想让它形成直接Z-Scheme 我们就获得了这样直接Z-Scheme的结构 那么第三部分呢实际上我们来介绍跟大家汇报一下呢 就是我们组在铸碎化剂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么实际上那么前面来讲呢就是说 我们知道这个钵是通常对产青来讲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青的铸碎化剂 那么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贵金属 那么因此呢如何利用其他的这个过度金属的这种化合物 来取代于这个贵金属钵 那么这样是大家的一个研究热点 那么但是在通常来讲 这里我们选取的一个零化物 零化物来讲它是一个半导体 那么它呢不像金属 金属只有一个公寒 而对于半导体来讲 它依然存在着这个导带架带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构建了一个零化亚铜和碳酸酸的一个结构 这是一个简单的合成路线 那么通过流尿来断烧生成了这个硫化剂 然后之后负载上这个铜进一步零化 形成了一个零化亚铜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简单表证那么这个零化亚铜 确确实实沉积在这个碳酸氮丝 这个表面上 那么它的光吹化活性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在碳酸氮丝上沉积这个 1%的这个零化亚铜的时候 它的这个光吹化活性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 大概60到80倍的这样一个提升 而进一步它比 其实比薄的沉积呢 它的效果还要好 而且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光吹化的一个稳定性 以及它的这个AQE呢 那么也是说 也是有跟它的这个光吸收呢 去非常好的一个吻合 那么实际上呢 那么我们来考虑 这个筑吹化机上来的 那么因此呢 我们这样就首先判断了一下 它是一个这个半导体 那么通常来讲 碳酸氮丝是一个N型的半导体 而零化亚铜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P型的半导体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们实际上形成了一个PNG 那么如果是 就通常简单说 如果形成PNG 通常都是说这个电子 是从零化亚铜 传输到这个 P型传输到N型上 传输碳酸氮丹4上 那么包括以前的违线呢 通常的大家的报道 也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报道 说我传输到 从零化亚铜上 传输到碳酸氮丹4上 那么这样的话 是导致了它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但是这块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矛盾 如果这时候 这个电子是从零化亚铜 传输到这个碳酸氮丹4上 如果但是这样的话 那么你的产清的活性位点 一定会在碳酸氮丹4上 对吧 因为电子是转移到碳酸氮丹4上 那么你前面所讲的 一个光催化性能 具有60倍到80倍这样一个提升 那么你负载1%的零化亚铜 如何来使它 尽管只提高了一个 非常微弱的一个光吸收 如何实现60到80倍的 一个光催化性能的一个提升的 那么因此呢 进一步我们就表征了一下 它的这个带系 包括这个碳酸氮丹4代带系 包括零化亚铜这个代系 那么我们发现零化亚铜 所得的代系大概是0.89左右 这样的话 那么实际上两个半导体 当你没有接触上的时候 那么两个半导体呢 是这样 它的能机结构 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但是当你把它放在一起之后 那么它会有一个半导体的拉平效果 那么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因此呢 我们根据前面 就是我们做直接这次给你们的经验 我们做了一个自由机的一个补货 包括一个光沉机 我们发现呢 这时候当你去做光沉机的时候呢 实际上你的本能总沉积在这个零化亚铜上 而同时进一步通过这个自由机补货呢 那么我们也发现呢 就是碳酸氮丹4主要是控穴 那么在复合催化剂里呢 则是控穴跟超氧自由机一起的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要去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反应机理 实际上当你这个呢 两个半导体结构之后 这个非免能见拉平效果 导致产生这样的一个二型的一个结构 那么这样这个结构呢 使在这个碳酸氮丹4上的这个电子呢 被零化亚铜上的这个控穴头持掉 这样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直接this scheme的机理 而不是说这样简单的 就是二型一质结 那么是那个或者是偏结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进一步呢 实际上我们也在想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通常来讲我们做光催化剂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在一个半导体上 负载上一个贵金属的一个助催化剂 那么这是这个产清晶的活性中心呢 在你的助催化剂这个表面 但是呢 你助催化剂来讲相对于光催化剂来讲 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少量非常微弱的一个点 那么因此我们就想 如果我们把这个光催化剂做小 而把助催化剂做大 那么这个助催化剂会提供更多的这个反应活性中心 就是产清的活性中心 那么这时候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那么因此呢基于这个思路呢 我们又设计了这样的一个结构 我们首先呢合成了这样的一个氧化镍 或者硫化镍的一个纳米片状结构 那么在这个片状结构的表面上呢 也附载上了这个二氧化钛这个纳米粒子 那么可以看到呢 呃表扔完之后 那么基本上它它的复合之后 是主要体现出来的是一个二氧化钛的一个这样的这样的风 啊 那么这这这高分辨的这个TF呢 也看出了确确实实存在这个氧化镍 这样这种这种结构 那么我们做了一下它的光催化的果性那么 同样在这个体系下 从二氧化钛来讲 如果你负载很少量的这个不负载氧化镍的时候 它的产清果性非常之微弱 但是当你负载到3%的这个氧化镍的时候 就是实际上把二氧化钛纳米粒子 97%的二氧化钛负载在3%的这个氧化镍的纳米片上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 那么这是它的产清的果性 那么从0.2提升到这个3.2 这是毫模每克的这样的一个量 那么同时呢 这个体系呢 由于都是氧化物能 它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光催化的一个果性 那么进一步呢 我们也研究了它的这个半导体果然 这样的时候氧化镍呢 它其实是个P型半导体 而二氧化钛是个N型半导体 那么进一步我们也通过这个自由基的捕获实验 那么获得了这样实际的二氧化钛跟氧化镍 同样也形成了这样一个直接这些结构 来保留了这个 使这个电子呢 保留在这个氧化镍上 那么空穴呢 保留在二氧化钛上 这样进而来提高 它整个的它的光催化的一个活性 那么前面我们讲的呢 都是说我们在做一些产清的工作 那么最近呢 我们组呢 也做了一部分产固氮的一个工作 那么固氮的工作呢 实际上现在固氮量整个固氮量都很低 那么我们 但是我们借鉴了产清的一个思路 就是在产清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引进了一个波做助催化剂 那么这个助催化剂的它的功能呢 主要是它的供含低于半导体的导体 所以它是一个电子的受体 另外一个呢 波呢 对氢呢 就有一个很好的吸附能力 那么它是可以起到这个腹肌直子 那么直子在这个波上得到电子产生氢气 那么对于固氮来讲呢 那么它同样我们想引进一个助催化剂上 首先也是让它具有一个接受电子能力 同时呢 我们希望你引进这个助催化剂呢 对氮气呢 具有一个很好的吸附能力 那么由于呢 当你做合成氨的时候呢 不仅要有它的固氮的一个特性 同时它因为氨产生的时候还要需要氢 那么所以说它也具有一定的产氢的能力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合成了这个硫化阁的一个纳米磅 在这里上呢 在硫化阁纳米磅上面呢 我们又引入了这个硫化镍的这样的一个硫化作为一个固氮的一个助催化剂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TM 我们看到这是硫化阁 那么这是在表面上附在了一个片状的硫化镍的这个纳米结构 那么这是从这个相当于从侧面上横截面 而在这个复位呢你高分面上可以看出啊这块石镜是一个片状的一个结构 那么我们首先我们对它的氮气吸附呢进行了一个计算 当你是存在硫化阁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表面的吸附能对氮气的吸附能呢是一个正值 那么也就是说硫化阁本身并不倾向于吸附氮气的这个分子 而当你负载上一个硫化镍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由于硫化镍的存在呢 氮气分子呢会使这时候它的表面在表面的吸附能 降为一个负质 那么也就是说它可以去促进氮气分子在表面的吸附 如果进一步实际上如果你把镍引到这个硫化阁中 它这个吸附能会进一步增加 也就是说它的对氮气分子的吸附呢会进一步的增强 那么这样的话呢为了进前面是我们理论计算的一个工作 那么那么进一步我们也通过实验来证明 那么这样我们做了一个氮气的TPD 我们可以看到当你在硫化阁表面上的时候引入这个硫化镍的时候 它在这部分的一个化学吸附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增加 那么也就确确实实我们硫化镍还是促进了这个氮气分子 在这个氮化气表面的一个吸附 那么这时候呢由于才引入了这个硫化镍呢 那么这样的话也会导致它的这个电荷分离效率增加 它的光电流以及包括它的这个内阻 那么都会有所这个光电流增加 内阻增强说明电荷分离的效率增强了 那么这是一个表面的叫LSV的曲线 你会发现当你在氮气性情况下做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过电位呢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降低 那么也就是说确确实硫化镍的引入 起到了一个氮分子的一个活化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是我们所做的这个氨的生成的这样光气化合成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就是也是看到这个氨氨量呢会逐渐的一个增加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表观的量的效率 以及它的一个稳定性的多次循环的引进实验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可以看出呢 确确实实是增加了固氮的这个效率 同时我们对这个氨这个氨这个氨的来源呢 也做了这样的一个标记 做了一个氨15的标记 那么通过标记我们可以看出确确实实这个这面 当你变化成氨15的时候 那么这个氨明显的增强也就证明了 就是我们的氨主要来自于氨气的这个分子 那么我们前面在做硫化镀的时候 实际上看到了当你引 如果这个镍掺杂到这个硫化镀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增强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实际上用这个氨化态 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 那么首先呢这是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氨化态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镍的这个掺杂 使它镍的这个逐步的掺杂 来形成不同的镍掺杂的这样的一个氨化态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通过XPS也表证 这样这个时候镍呢 确确实实的引入到了这个体系中来 那么同样我们通过顺次 由于镍的引入 确实实在氨化态表面会产生一定的氧缺线 那么这个氧缺线呢也帮助 会帮助氮气的一个吸附 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了 在这个区域 镍掺杂的这个氨化态 它对氮气的这个氨化态吸附 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增强 那么同样我们的LSV呢 也会发现当你镍掺杂之后 它的这个过电位呢 会有一个明显的降低 那么我首先呢 我们表证来一下它的产倾线呢 镍掺杂氨化态的产倾的性能 会发现它的产倾呢 会随着镍的这个引入 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然后随着镍的含量增加 而逐渐的衰竭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也发现当你去做固氮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的固氮的这个含量 反而是说 在前面这个产倾效果 并不是最佳的这个样比 它却具有一个最好的一个固氮效果 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呢 就固氮跟产倾的这两个反应来讲 对这个活性被点 它是一个竞争的反应 所以我们要想提高固氮量呢 就一定在一定程度 我们抑制产倾的活性 那么这样的话 才会使你的固氮有所提升 那么进一步呢 实际在氮气在水中的 它的这个溶解度 实际是非常低的 那么因此我们想实际上 现在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光催化来讲 其实光催化剂的选择性 很多 那么如何来提高氮气的 这个固定的这个效率呢 实际上是主要是由于 你氮气在水中的溶解度非常之低 那么也就是说 你的反应物这个浓度很低 所以这一步就会限制你 整个氮气的一个转化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想如何来进一步提高 这个氮气在这个 催化剂表现上的吸附 我们知道实际上 江雷老师他们做了很多 超清水超输水这样的工作 那么在这里头实际上 大家知道 对于一个超输水的表面 它实际上是一个超清气的一个表面 那么也就是说 当你去构建一个超输水的时候 这时候气体呢 会很容易在表面上吸附 那么同样呢 那崔毅老师呢实际上他们在18年 在那时候开的那时候 实际上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么这样实际上可以发现呢 利用这样的一个超输水的表面 那么来做二氧化碳的 二氧化碳的还原 那么有一个非常好的 有这样的效果 那么最近呢实际上天津大学 所以龚金龙老师呢他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实验 实验也是在一个光吹花剂表面呢 用这个输水的这个结构呢去修饰之后 那么同样使二氧化碳的 二氧化碳的这个 在表面的吸附有所增加 那么进一步增加了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转化 它被还原的一个效率 而最近呢 那个湖南大学王生燕老师呢 那么他也用了一个这样的PTFE的 这个点阵的结构 在沉浸上金之后也会发现呢 那么这样的这个结构 超输水的结构呢 它对一个是一个超氢气的 会促进氮气分子在这个纳米结构的吸附 进一步增加了这个电化学不氮的一个性能 那么受这些工作启发呢 我们也这样构建了实际上用符来修饰的 具有表现缺陷的二氧化碳 那么其实我们以前呢 我们自己做了很多 用同情化纳还原二氧化碳的产生氧缺陷的工作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用符去修饰它 使它在这个表面上具有一个输水的性能 那么这构建完了之后呢 我们这边发现确确实实 就是说当你符引入之后 那么我们的缺陷依然存在 那么这样的话 这是它的顺次信号 虽然跟之前的修饰符 修饰之前的这个顺次信号 有所降低呢 那么也就是说符会有一定的程度上 来占据这个缺陷这个表面 但是它依然保留了一定的这个缺陷的位置 那么这时候呢 你去表扔它表面的接触角 它确实是由于符的修饰呢 使它的接触角的一个增加 那么这对于氮气的TPD来看呢 我们可以看出 那么由于符的引入 很好的改善了它的这个氮气分子 在它在这个催化剂表面的这个物理吸附 而缺陷的存在呢 使它的化学吸附呢 有所增强 那么实际上就是符的修饰 加上缺陷 使它整个来讲对氮气的吸附呢 有所非常强的一个增强 那就是我们来引入氧气缺陷之后 浮的浮现它的一个产清的性能 以及这个固氮性能 我们可以看到当你浮引入之后 确确实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一个氮固定的一个增加 那么这样同时JKM也是说 这个它的荧光的影响机 表面供应这个顺带光电流的一个增加 都是表明证明了它的一个 电荷分离效率的增加 那么同样它的LSV呢 也证明了确确实实 当你引入之后 那么它会导致于你的这个 过电位的一个降低 那么也就因此所以会观测到 这个氮固定的效率呢 有所增加 那么同样我们也进行了一个理论计算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呢 浮在表面的修饰 那么会是以及养空位的共同作用 来促进了一个氮的一个固定 那么总结一下 那今天主要讲的就是说对于碳层氮四的光吸收拓展呢 我们通常来讲是引入一个电子的受体 虽然可以提升光粗化效率 但是主要呢它是来源于电荷分离效率的提升 如果进一步呢 如果我们能够引进电子给体呢 可能是来进一步来拓展光吸收 增强光吸收的一个有效途径 那么对于这样构建高效的直接Zscheme这种方法呢 实际上我们提出了一个利用光沉积方法 来有意识的来构建直接Zscheme的这种结构 对于这种催化技上来讲 实际上这几年的研究呢 我们觉得这方面呢 就有一个非常广阔的途径 那么因为它不仅仅局限于目前大家所研究的这产氢 二氧化碳还原氮固定 那么现在实际上对光碎化有机反应呢 那么这样呢 它因为我们知道有机反应的类型很多 那么利用光碎化 它有它的独特的一个测验特性 那么这个领域呢 可能会有更广阔的一个空间 让我们大家来进行的研究 那么最后呢 感谢在近几年工作中呢 国家进展自然基金 北京市教委 以及北京市科委的支持 也感谢我的合作者呢 那么他们的新行工作 才有我们今天的这个报告 那最后感谢大家的宝贵时间 也欢迎你们提问 我们来共同探讨 谢谢 最后谢谢大家 我是否要退出来 不用 我直接就进入提问环节 我看到那个 说老师我觉得你讲的太棒了 这真是太棒了 我不懂这个推华都学到了很多 并且我看到咱们那个网上 也有很多同学的积极的提问 并且讨论非常热烈 谢谢 对对 我看到有一个同学 那个咱们从最开始的 最新的这个提问来开始吧 他说 常见的这个控穴和电子牺牲剂剂分别有哪些呢 控穴牺牲剂是一般的呢 你像我们经常用的是伊斯顿美昆 甲醇 乙炳醇 完了还有EDTA 那这些东西呢 都是说常见的这个电子控穴 所以实际上如果大家想用的时候 你到网上查一下就行了 哪些是 有的是吸收电子的 你比如说银 可能是硝酸银 它是用来吸收电子的 伊斯本坤呢 是来做超氧自由基的 伊柄醇呢 是腔机自由基的 完了甲醇呢 是控穴的 这是最典型的这几种 那么当然其他的也有 就说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就知道了 知道了 OK 我看到还有一个同学问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他说那个 我看到那个 孙老师 你在讲的时候 不是说有一个输水处理吗 这个同学问了一个 输水处理 因此不到水 他怎么得到赤字 那一块呢 其实我们在处理呢 在目前来讲呢 它的处理并没有那么的严重 而且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是真正的这个处理的话 就是说他不一定给什么 可能就是说你的那边是气 也有可能呢 说是这种东西呢 就是说实际上表面 我看看输水 他你不能说百分之百的 说一点水的不接触 我觉得 水 你做输水处理之后呢 第一呢 你的输水处理呢 不可能百分之百的 把这个表面都cover的那么的致密 因为如果你cover的非常非常致密的时候 这个效果肯定也不好 它一定也是一个平衡 就是说因为在核 就是说弹固定这块呢 它是要有一定的产清性能的 你没有产清 你这个清就没有来源了 所以这块肯定是一个中间的值 来最后来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 我看了有个同学还问 如果接触后架带和导带位置发生变化 如何确定变化以后的导带和架带位置 这个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做法呢 一般情况下呢 就是说我们分别来测 测出来你的这个导带跟架带 就是是分别测的 因为符合的之后呢 你测出那个导带架带呢 不一定是 就是说咱们所通常 你比如测架带 就架带XPS 当你符合之后 你测的是究竟是哪个的架带 这个是不好说的 我们通常就就是把 分别把两种半导体拿出来 我测它的导带架带 然后呢 回头我是根据这个费米能基 这个拉平效应的时候 把这个费米 它的这个费米能基同时也定下来 那么它的费米能基这样的结合之后 费米能基是在一条线上的 来这样的话来确定它的一个 导带架带的这个位置 嗯 好 那个韩恩同学问说 请问孙老师 那个自由基检测实验是怎么做的 这个检呢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这种 染料降解 我们通常做的就是 比如说那个 螺丹面壁降解 螺丹面壁降解 你做一个存的就是我不加任何自由基捕获剂的一个情况下 你做降解 这时候你有一个性效果 然后你去往里加入不同种类的自由基捕获剂 这时候你看你的降解效果会有所降低还是什么 那么这由于你自由基捕获剂不同 你就知道你真正的在这里起作用的自由基是什么了 OK 紧接着我看到有个同学问这个控穴为活性位点是直接氧化这个底部呢还是氧化水 这个呢就是说氧化水呢 现在来看的一般都要通过一个住氧化剂去 你比如说你包括二氧化碳也好 碳氧氧氧也好 你让它直接去做水氧化很难 OK 所以一般呢 它会通过一个这个住氧化剂 一般的骨氧X 这是最简单的 你比如你也可以看一下Domin的文章 他们做了很多那种 是说那个是老还是RH吧 RH这个氧化物 他们是用用这个东西去去做 就是说咱们最常常见的一般是古的氧化物来做这个产氧 这个住氧化剂 OK 好 那个由于时间关系的话 咱们再最后两个问题 这个我看到有一个同学问就是刚才孙老师您在讲那个实施力 其中有一个自由基检测 他问那个捕获剂应在 捕获剂应在什么时候加入 他应该是问到这个实验方案 实验一开始就加进去 就完了 就说你在你没有光照之前 你就把那捕获剂直接就加进去 OK 就是它分别两个实验 你一开始单独做一个自己的存的这个催化 完了之后你再把这个捕获剂加的这个实验也做 这实验是两个实验做的 并不是一个实验 OK 看最后一个问题 他是他问那个碳酸弹次的费米能级是通过XPS测试的吗 你可以去做XPS 另外一个他你测的哪个费的那个默套消套机 默套消套机给出来 对 默套消套机给的是平台电位 OK 好 非常感谢孙老师的精彩报告和问题解答 好 我们再次感谢孙老师 谢谢 谢谢 我这边我结束共享了 就完了 蛮好的 好 下面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今天晚上的第二位报告人 第二位报告人是赵杰博士 赵杰博士目前是富南大学材料科学系青年研究员 2018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材料科学工程系 获得博士学位 导师是崔毅老师 2018年到2020年在西北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导师是美国寺院院士Rogos教授 研究方向聚焦于新型无机纳米材料和无机高分子复合材料的设计 合成与表升 提起在锂离子电池和可降解生物电子器件里面的应用 以第一作者及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在顶级期刊上文章有9篇 以共同作者身份发表论文30余篇 并应有两项美国专利 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 目前的引用次数超过7500次 并且S因子的话是30 研究成果的话也被Science News Jax等著名杂志报道和评为亮点 关于那个锂离合金玉里化剂的研究 被美国能源部选择2015年U.S. Drive Highlights of Technical Applacement 融合国家优秀资费留学生奖刑金 美国MLS结束研究生奖 德国营创德国塞化学奖等重要奖项 并受邀担任Nitscommunication Jar等国际著名期刊的审刊人 好 让我们热爱欢迎赵博士给我们做学术报告 各位观众晚上好 我是赵杰 非常感谢范老师的介绍 我在2020年12月加入了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因此我今天讲座主要介绍的是 我博士和博士后期间的工作 界面材料在能量存储和生物电子器件中的应用 非常感谢柯彦云给我这个机会 对界面的研究一直是科研的重点和热点 对不同界面的研究 比如故故和故业界面 为电子器件能量转化和存储等领域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柔性功能材料的快速发展 促进了这个仿生电子器件的研究 这些器件与人体结合后有望为医学诊断和治疗 提供先进的传感与刺激手段 因此近年来大量的科研投入在这种新型的界面上 及电子器件与复合复杂的生物组织间的接口 在斯坦福博士器件通过研发不同的界面来提高 活泼电极材料在电池制备过程中和电池充放电过程中的稳定性 在博士后期间专注于生物电子器件通过研发界面材料 来调控器件在生物体内的工作周期和稳定性 在今天讲座的第一部分 我将解释对于高能量密度的电池 为什么我们需要负理负极 以及如何研制不同的界面材料来提高负理负极的稳定性 锂离子电池是广泛应用于便携式电子设备中的能量存储器件 电动汽车的高速发展要求电池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和更好的性能 该图的上栏是用于便携式 下部分主要用的是固定式的大规模储能 对于不同的应用 锂离子电池有着不同的要求 但它们具有着相同的参数 研究电池 首先我们要知道电池的工作原理 这里我们打开一个柱状电池 会看到这种卷心 通过放大可以得到锂离子电池的基本结构 由两个电极组成 中间是隔膜隔开防止短路 在商业化的锂离子电池中 负极材料是石墨 正极材料也可以是锂骨氧 锂离子电池中的锂由正极提供 充电时锂从正极到负极 通过插层的方法存储在石墨中 而在放电的过程中这个反应相反 这个是现在的锂离子电池的 相应的一些参数和我们未来想实现的一些目标 在过去的30年中 科研工作者们不断地提高电池的性能 电池和电池的性能将能量密度 从100瓦小时每千克提升到了250 目前我们的目标是实现500 而电池的循环寿命约为1000 特别是对于固定式的这种大规模的储能 我们希望能达到1万次左右 充电效率成本安全性都是非常重要的参数 在这个讲座中因为时间的限制 我这里主要介绍如何提高电池的能量密度 从这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公式 你就可以看出提高能量密度 需要研制着有着更高电位差的正负极材料 或者更高比容量的电池材料 为了提高电池的能量密度 我们需要研究新的材料 同学们可以仔细地看这幅图 这个是我们现在商用的石墨 力固氧电池所在的位置 可以看出使用锂金属负极 会大大的提高能量密度 在所有的负极材料中 锂金属负极有着最低的电池和最高的比容量 然而锂金属负极在电池的制备和循环过程中 都有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比如锂金属在潮湿的空气中 非常的不稳定 预水会剧烈反应 因此含锂的负极的实际应用 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在电池的充放电过程中 锂金属负极有着脂筋生长 体积变化大和高化学反应性能等问题 有机电解液在锂金属表面不稳定 会在负极表面还原 会在负极表面还原 形成一层固态电解制层 即SEI SEI是绝缘的 但有着一定的导离子能力 原则上SEI的形成 能够有效地抑制电解液 在后续的循环中的持续分解 然而可以看出 在锂的沉积过程中 有着巨大锂金属负极 有着巨大的体积变化 这种体积膨胀 可以轻易地就破坏这个SEI 由于SEI的破裂 新暴露出来的这个负极表面 活泼的负极表面 会和电解液相接触 再次发生这个腐蚀反应 同时SEI油是由复杂的锂岩组成 异象的SEI会破坏锂金属负极的稳定性 为至今的生长提供这种成和位置 这些现象会导致大量的 不可控的至今生长和电解液的快速消耗 从而引起严重的安全隐患 比如是内部短路和热失控的 因此我们就常常会考虑 我们如何设计这个界面材料 来提高锂金属负极的稳定性 首先需要它是一个均质的人工SDI层 来确保这个均匀分布的锂离子通道 是必不可少的 在高度还原的环境中 它需要具有较好的化学稳定性 为了提高锂金属在环境中的稳定性 同时该包覆层在水中的溶解度要很低 为了减少有机电解液的腐蚀反应 在极性溶解中也需要有着较低的溶解度 这也是非常必要的 从这个含锂的化合物的电化学窗口 你可以看到 我们发现只有锂岩在高度还原 高度还原的这个非常高度还原的环境中 其实这个锂的金属表面是稳定的 而在所有的我们这个查的 基本上在所有的理念中 也只有孵化锂在水中的溶解度较低 我们进一步检查发现 孵化锂在极性溶解中的溶解度 事实证明孵化锂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界面材料 基本可以满足我们这边提到的所有的要求 同时目前电池的领域还有着大量的理论计算 在研究这个界面的机械性能的重要性 这里是一个采用这个线性弹性理论建立了动力学模型 刚才动力学模型表述了界面材料的这个机械性能 是如何影响锂金属表面的粗糙程度 我们发现当这个界面材料的剪切模量 约为以这个锂的两倍的时候 压缩效应是有助于界面稳定性的 从而达到抑制至今生长的这个效果 而近期有着更为这个先进的这个模型 引入了这个剪切模量对锂金属的塑性形变的影响 我们可以发现 在这个界面材料的剪切模量较大时 即使是在相对较高的电流下 也不会形成至今 然而由于这个SEI 刚才我已经提到 SEI是一个复杂的锂炎的一个化学组分 它的模量是在50到400兆帕的这个范围内 而氟化里具有着高减限模量 物理和化学性质就非常稳定 是抑制至今生长的一种非常好的界面材料 下面我们就进入下一步 如何制备高性能的精一的致密的孵化里包覆层呢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为了生产孵化里 我们可以在锂金属表面直接建设孵化里的纳米颗粒 然而我们发现这种疏松连接的这个纳米包覆层 它不够致密 是无法阻挡有机电子叶的渗透的 我们曾经使用这个伊浮奎碗作为含浮前提 来处理这锂金属锂表面 伊浮奎碗在锂金属附极上 可以还原生成一种这种输水包覆层 输水的包覆层显著的改善了锂金属附极 在空气中的稳定性 但是这个反应是在室温下液体中形成的孵化里 它是无定性的 且包覆层中含有了一定的副反应的产物 对为至今的形成提供了这个成和点 因此我们需要研发一个 我们需要开发这个气象的反应 在较高的温度下生成均匀且致密的孵化里包覆层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浮气来处理锂金属 然而浮气极其危险 剧毒当环境中的浮气 我们查wiki发现 仅仅达到250ppm的时候 仍暴露在其中几分钟即可致死 因此我们需要研制出一种高 而一种安全便捷的方法来支配浮化里包覆层 即开发一种可以在加热情况下 可控缓慢释放出浮气的无毒固体浮潜体 首先我考虑的就是含浮高分子 这里我系统的研究了一系列的含浮高分子 含浮气体它和锂金属表面发生反应 形成均匀而致密的孵化里包覆层 该过程并不需要搭建复杂的这个气路和制北系统 也避免了直接接触了剧毒的浮气 浮化里的厚度可以简单的通过这个反应时间而调控 这里XPS分析表明包覆层的主要成分是浮化里 只有极少的这个氧和碳的这个杂质 这很可能是这个XPS的这个整个系统里的 我们边切割样品边进行XPS分析 发现随着这个孵化里的风逐渐减弱 最终锂的金属锂金属的风暴露出来 表明纯的孵化里是直接生长在锂金属腹肌表面 这种均质的孵化里包覆层 确保了在电池内部的电流分布是均匀的 抑制了锂金属的随机成绩和至今生长等问题的发生 为了研究孵化里包覆层的纳米结构 这里我在首先在这个TMbreed上制备出了锂金属的锂金属颗粒 最初我们可以发现锂金属表面是非常非常洁净的 经过相似的这个孵化反应 锂金属被均匀而致密的孵化里的包覆层包裹着 在高倍的TM下我们可以发现 这种孵化里包覆层是由5到10纳米的孵化里 纳米颗粒组成的 这种微观结构对于锂金属腹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孵化里本身的导离子能力是非常差的 大家肯定不会愿意我们采用了孵化里的包覆 提高了电极的这种环境稳定性 稳定到了使这个电极失去了电化学活性 这种微观结构它保证了可以通 这个保证可以通过这个经界导理 从而提高了离子的电导率 为了研究电化学性能 首先我们组装了双电极的对称电池 从这个红线我们可以看出 孵化里包覆层使得对称电池表现出稳定的循环性能 在没有孵化里包覆层的情况下 由于至今生长和电解液的快速消耗 电池很快就有着巨大的电位的波动 电压的波动 在孵化里包覆层下 我们发现即使是在更高的能量密度下 锂金属仍然也有着较高 有表现出稳定的循环性能 虽然孵化里的锂 孵化里这种材料本身的离子电导率很低 合成的孵化里包覆层由超细纳米晶体组成 锂离子可以通过经界快速传输 经过循环三百周期以后 我们打开电池 并用FIB SEM检查这个形貌 我们就发现 在没有孵化里包覆的情况下 这个锂表面有着大量的枝金的生长 并且有机电池也会彻底的腐蚀下面的锂金属 形成这种多孔的结构 而在孵化里包覆的保护下 并没有明显的枝金的生长 同质的包覆层确保了锂金属的均匀成绩 高度结晶而致密的孵化里包覆层 阻挡了这种高度腐蚀的电解液的渗透 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锂金属下面 依然是一种致密的结构 到这里我就可以 我们可以得到结论 这个腐化里包覆层 它同时提高了电化学稳定性和空气稳定性 但是由于这个机械性能 及腐化里和这个柔软的锂的 这个机械性能的不匹配 脆的腐化里包覆层 在这个加工过程中 它非常容易损坏 暴露在潮湿的空气下 破损处会迅速的发生腐蚀反应 有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比如三毫安时 每平方厘米的锂的沉积和玻璃 相当于是15微米的锂的厚度的波动 在这种脆的 而这种我们使用的这种脆的无稽材料 是无法承受这么大的这种厚度的变化的 因此更加的一种设计 设计结构是如图所示 我们可以采用弹性聚合物图层 来适应体积的变化 但是它们在电解液中 要么膨胀 要么缓慢溶解 在两种情况下 锂金属负极在长期循环中 均会暴露在有机电解液中 因此在目前为止 虽然学术界有着非常多的人力和财力的投入 我们并没有实现一个 完全理想的一个界面材料 来满足所有的要求 因此这里我们考虑的是 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 来研发高容量的负礼负极材料 来替代这种纯的锂金属负极 很显然 它要需要作为这个锂金属负极的替代品 它需要新型的这个负礼负极 需要非常轻 有着高容量 但没有体积膨胀和质金生长的问题 为了实现高容量的负极 我们并没有非常多的选择 除了锂金属负极 在所有的负极材料中 硅有着第二高的容量 锂22硅5是所有的锂硅合金中 锂含量最高的项 虽然锂22硅5的笔容量 它是低于锂金属负极的 但它们的单位体积的容量是相当的 电池其实是在一个固定体积中的 因此在很多的时候 单位体积的容量的高低 甚至比单位质量的容量更为重要 要实现超轻的这种薄型 超新的薄型的这种负极 我们这种电池材料是不能有急流体的 石墨烯因为其良好的沉默性 从而用来制备这种自支撑的薄型电池 理论上石墨烯材料具有着较好的输水性 和较低的气体渗透性能 能够大大提高负极的稳定性 因此我们设计并研发了一种 一种我们设计并研发了一种 在空气中稳定的 自支撑的锂合金石墨烯箔 并证明它有着很大的应用前景 可以取代锂金属负极 首先我们在多性气体保护下 硅的纳米颗粒和融融的锂 会反映生成锂硅合金 锂硅合金纳米颗粒极其不稳定 因此我在引入了微量的干燥空气 来处理表面 在锂硅合金纳米颗粒表面 生成了致密的氧化锂保护层 大大提高这种活泼纳米颗粒的可操作性 然后我们加入粘接器 SBS和大片的石墨烯形成酱料 并涂附于PET的粒心膜上 剥落后即可实现这种柔韧性良好 空气中稳定的自支撑锂合金石墨烯箔 这张照片里是一张非常大片的 锂合金石墨烯箔 展示了大规模生产的可能性 在SEM俯视图和横接命图都表明 锂合金颗粒是紧密堆积并包覆在大片的石墨烯片中的 使得空气稳定性和电化球稳定性成为了一种可能 我们将金属锂和锂合金石墨烯箔 置于潮湿的空气中 在不同的时间拍摄照片就发现 锂合金石墨烯箔有着更好的空气稳定性 即使在潮湿的空气中放置三天 锂合金石墨烯箔仍然保持80%的容量 之前我们已经提到 我们采用的这种玻璃的大片的石墨烯片 它只有极少量的缺陷和氧含量 因此有着非常好的输水性能和较低的气体渗透性 空气中的小分子不会较少的吸附或者渗透 从而和锂合金发生反应 保证了负里负极的空气稳定性 为了研究电化学性能 锂合金石墨烯箔 与锂金属对电相匹配组成了半电池 我们首先进行了电化学测试 对于我们这种新型的电池 我们在电池置备完全后 电池已经处于一种充电充满的状态 可以直接放出容量 基于单位面积的容量和厚度 我们可以算出单位体积容量是大概是在1900 接近于锂金属负极的理论值 刚刚我已经提到电池它是在一个固定体积中的 因此很多时候这个单位体积容量的高低是非常重要的 在半电池中我们进行充满电测试 发现不同厚度的锂合金石墨烯箔都有着非常稳定的电化学性能 库仑效率能达到99.92% 且锂合金石墨烯箔是并没有这种至今生长的问题的 几个关键点使得这个锂合金石墨烯箔有着非常好的电化学性能 第一点是锂合金材料有效的解决了脱离千里时的体积膨胀问题 规划里纳米颗里处于硅电极的最大膨胀状态 在脱离后规划里收缩形成空位 而这种空位在锂在锂化过程中的再次膨胀提供了空间 同时导电性非常好的石墨烯片大大提高了负极材料的导电性 从这个SEM图可以看出 锂硅纳米颗粒是紧密堆心并包覆在化学性能稳定的石墨烯片中 减少了直接与腐蚀性的电解液的接触 从而大大降低了负反应的发生 这也是为什么锂合金石墨烯箔的平均酷能效率能达到99.92%的原因 锂合金石墨烯箔在化学在半电池中的稳定的电化学性能 使得它可以与高容量的硫正极相匹配 制备出真正意义上的全电池 硫的理论比容量是1600 是传统的锂金属氧化物正极的10倍 硫正极的优势在于它的储量非常大 无毒 也不像传统的正极材料涉及到过多金属 然而硫正极也面临着导电性较差 形变大的问题 影响硫正极电化学性能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这种穿梭效应 硫正极在锂化的过程中会生成多硫 这种多硫会从正极迁移到负极 部分沉积在负极的表面 从而造成电极材料的损耗 为了制备性能优异的全电池 正负极材料的性能均需要非常的好 于是我们在这里合成出这种石墨化的碳球 碳球包覆的硫颗粒 石墨化的碳球大大提高了正极材料的导电性 而这种中空的结构为锂化石电极的膨胀提供了空间 我们将锂合金石墨锡箔和石墨锡球包覆的硫颗粒相匹配 制备出全电池 我们通过计算得出能量μ达到490元 高于商业化的锂离子电池的 相比于锂流电池 锂合金石墨锡箔流电池有着更好的循环性能 平均库仑效率也是高于锂金属流电池的 在循环过后 我们将锂流电池和锂合金石墨锡箔流电池拆开 用XPS分别研究锂金属和锂合金石墨锡箔这两种负极的表面 刚才我提到因为穿梭效应流正极在锂化的过程中会生成多流 而这种多流会从正极迁移到负极 从而沉积在负极的表面 这就是为什么一般锂流的库仑效率较低的原因 因此在这里我们用XPS就可以在锂负极的表面 发现非常强的硫化锂的风 而在锂合金石墨锡箔的表面 硫化锂的风就非常弱了 表明化学性质稳定的石墨锡界面 它是大大抑制了这种穿梭效应的 从而提高了全电池的库仑效率 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在空气中稳定的 自支撑的锂合金石墨锡箔 是可以替代金属锂用在高容量的流电池中的 可以有效的抑制一些问题 比如至今生长 穿梭效应等 电池领域仍然有着非常多的问题 值得科研工作者的长期投入 电池安全人员是一个重要问题 此外电动汽车数量的迅速的增加 也引入了另外一个问题 比如是废旧锂电池的回收和再利用等 在博士期间我积累了一定的 关于这种键面材料研究的知识和实验技能 然后我就思考是否能将 将这种知识运营到一种全新的领域 比如顺态生物电子器件 因为器件和生物体液的界面上 同时也有着非常严重的腐蚀问题 在博士后期间 我专注于研究柔性生物电子器件 电子器件通常集成在硅称底上 具有优异的电子性能 但其机械性能具有明显局限 柔性电子器件在生物医学研究 乃至临床医学应用中 有着更加的更广阔的潜力 最初多应用于可穿戴器件 我受邀撰写的这种关于体液分析的人体界面 化学传感器的综数 作为封面文章是发表在SELC以下的这个期刊上 柔性的植入器件将减小对生物体的创伤 提供可靠稳定的监测手段 可以更好地了解疾病的作用和影响 然而目前的植入式电子技术 在应用周期外需要采用额外的手术 将器件移除给患者造成了巨大的身体负担和二次损伤 我们解决方案是采用可生物吸收和降解的器件 植入性器件在病变部位完成使命以后 可以自行降解从体内排出 可降解器件的另外一个优势是生物兼容性 大大降低了生物体对于植入性器件的排异 顺态电子是一个非常新型的一个概念 它是一个新型的电子系统 它会以可控速率或触发的方式 完全或部分溶解 完全或部分溶解 吸收或以其他方式消失 这个视频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顺态电子器件 在水中逐渐溶解的一个例子 顺态电子学的发展 高度依赖这个硅纳米膜的两个方面 首先硅我们可以研究发现 硅材料以超慢的速率溶解于水中 因此对于硅的块状材料 通常这个我们是忽略不计的 但对于硅的纳米薄膜 在水中的溶解变得非常有意义 同时硅和水反应生成的这种硅酸 是具有生物兼容性的 硅酸天然是存在于地下水和体液中的 因为硅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个电子材料 纳米硅的可降解性和生物兼容性 使得我们可以将传统的电子技术 移植到这种新型的顺态电子技术上 硅纳米薄膜的机械性能与硅片是截然不同的 较小的厚度可以导致弯曲刚度 可以比硅片小15个数量机以上 同时我们发现热分离的能量释放速率 随着厚度也是线性降低的 因此这种硅的纳米薄膜基本上可以 我们可以说它可以牢固的包覆在任何我们需要的这个表面上 硅纳米薄膜它仅仅是一个起点 同时我们要制备一个全套的电子器材 我们还需要考虑和降解的 比如可降解的金属 基底 封装材料等等 同时我们需要研发全新的微纳加工方法 将所有的可降解材料组装在一起构建成一个全新的系统 从而实现传统电子产品的所有功能 除了环境效应外 用来制备这种零污染的可消耗电子器件 顺态电子器件在医疗领域有着巨大的应用前进 和作为可吸收的植入器件 植入体内完成术后监控治疗等功能后 可以简单的消失在体内 不留任何痕迹 从而避免二次手术带来的伤害 并尽量的减少感染的风险 然而对于可降解材料 它与体液的反应有着完全不同的反应速率 器件性能是非常不稳定的 操作时间不可控 在下面我将重点介绍两个例子 来说明如何设计制备界面材料 以匹配不同的医疗用途 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和降解速率 一种是开发超快降解的器件 来促进外周神经的修复 另一种是延长器件的使用时间 延长器件的工作时间 来匹配伤口愈合的缓慢的时间尺度 以进行术后的监测和刺激 有一个医学上面有数据统计 每年这个神经修复可以影响到九万人多人 然而康复效果这个差异性极其大 这个这里边统计这个数字五代表的是完全修复 可以看到绝大部数人的恢复都是不理想的 最大的问题是神经的再生速度是极其慢的 例如对于这个手臂的神经损伤 理论上神经再生需要800天 而这个过程很可能是永远无法完成的 治疗神经损伤 我们通常需要进行外科手术 缝合神经的受损部分 在手术的过程中 可以在神经的这个尽端区域进行电刺激 来加速神经的修复 途中使用的是商用的手持式的有限电疗设备 有限刺激可以可能会造成伤口的感染 或者是导这个导线的意外移位的问题 同时这个电疗过程会大大的延长手术和麻醉的时间 这是对患者是非常有害的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 我们需要开发一个新型的技术来实现 无限电控制的术后电疗方法 在神经损伤后 我们最佳的方案是 在手术时 医生可以植入这个无限的可生物吸收的电疗设备 可生物吸收的电疗设备 可以作为一个生物电子药物 它可以在手术后进行治疗性的规律的电刺激 在完成功效后 这个电疗设备可以自行的降解 不需要二次手术将其取出 这个基本上同学们可以看作是像现在常常使用这种可降解的这种手术缝线 基本上就是可以以这个来相匹配它这个概念 这种技术使得这个原本这种非常复杂和高难度的这种电疗技术 对于患者和临床医生都更为方便和可控了 这里我们设计出一种全新的电疗设备 你可以同学们可以看出它比这个我这个手指尖 手指尖还要小 只有纸样薄却精巧的带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一个无限电接收器 另一部分能与外周神经相结合 能够精准的在受损的神经附位 受损的神经附近进行单向脉冲电刺激 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于 医学上有很多的研究表明 这个短期在这个外周神经在受伤后 只需要短期的电刺激 比如说是几天几小时至一天 即可达到效果 然而我们这个气垫组分析非常复杂 降解时间较长会给生物体造成负担 但快速降解又面临着一些其他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里涉及了很多比如说硅和高分子材料 它的可降解金属比如铭 快速降解会显著的改善 会显著的改变PH和离子浓度 从而损坏神经周围的组织 同时在降解的过程中会有极其他的问题 它会产生一些碎片 在生物体内这些碎片是可能会引起炎症的 因此而这里我们发现 如果使用传统的可生物降解材料 降解速率是非常慢的 比如是常用的可生物降解的高分子PLGA 降解速率最快的PLGA50-50 我们发现在植物体内后一个月后仍然会看到这个高分子的残留 从这幅图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 如果我们仅仅通过降低气件的厚度来加速降解 它是不可能是这是不现实的 因为它会大大的影响气件的能量传输效率 因此我们的想法是研发一种新型的柔性界面材料 来加速溶解速率 同时这个柔性界面材料 它本身应具有生物兼容性 并有效地规避了由快速降解产生的所有的生物兼容性问题 这里我们通过这个流程点击光合成法 制备了聚酸钢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前驱体的量来精准的合成 我们可以精准的合成高分子的降解和高分子材料的降解和释放酸的速率 聚酸钢和水反应 水反应 理论上在高分子降解时 释放的这个酸可以加速 可以加速气件组分的降解 我们发现随着前体中4PA百分比的增加 聚合物的降解速率大大提高 酸释放量增加 然而这边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 很显然具有最高的生成量的聚酸钢 具有着最差的生物兼容性 尽管这将大大的加速电子器件的这个溶解 它会损害这个组织 我们在实验过程中甚至会发现 它会导致这个小鼠的死亡 因此我们需要权衡这个 我们需要权衡这个高分子所用的组分 这里我们采用了一个双层的聚酸钢结构 外层的聚酸钢降解较慢 较稳定 内层降解较快 将酸和气件的反应陷于在外层的聚酸钢中 在加速降解的同时保持了生物兼容性 在没有包覆的情况下 我们的这个整个气件需要一个月以上才能降解 而在双层聚酸钢封装材料作用下 气件在小鼠体内五天即可完全降解 大大减小的气件对于生物体的负担 借助这种可快速降解的无线电疗设备 在这里我们采用腿部神经的核心模型 来研究外周神经的载身 在神经损伤后 医生会帮助我们在手术中植入设备 从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电疾会很好的包覆在这个腿部神经上 以进行有效的电刺剂 在五天内电疗设备就可以完全消失 以消除不需要的设备带来了负担 最终我们会采用逆行追踪和远端轴突生长技术 来系统研究神经的再生效果 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同时进行电刺剂和记录肌肉的响应信号 在这里你可以同学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电刺剂期间那个肌肉的响应 当我们这边的这个小峰是电刺剂信号 而这个大峰是来自于这个肌肉的响应 当我们增加刺剂的电压的时候 肌肉的动作电位会增加 然后大到一个最大的激活水平 我们制备的这个超小超薄的无线电疗设备 可以提供足够大的功率来实现这个腿部神经的完全的激活 逆行追踪技术是一个研究神经修复的一个标准手段 在手术后三周我们在神经的这个远端染色 如果神经如果这边神经已经再生已经修复了 我们就可以在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脊髓的脊髓处发现被标记的运动神经元的数量 比较 比较这个脊髓切片中被标记的运动神经元的数量 我们可以发现电疗显著刺激了神经的再生 而有线和无线组它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这里这个红点就是被标记 脊髓处被标记的运动神经元 神经损伤后有一个会产生一个问题 是一般神经损伤后 这个远端的轴突就会开始退化 我们在进行神经修我们在进行在进行电疗或检查它神经修复的功效 就可以研究再生长的轴突的我们就可以测量 再是损伤后再生的这个轴突的量来比较研究神经修复神经修复的有效方法 与对照组相比我们我们同样是发现这个有线有线直接带有线的刺激和无线电疗组 均显示出更好更多的再生长的轴突 修复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是 我们这个新型的无线电疗设备是体大大提高了外周神经的修复性能 同时双层包袱结构有效的提高了电疗设备的降解速率 此外这种双层设系可应用于其他的生物可吸收电子设备 最大程度的降低降解过程中 pH和离子浓度的变化对周围组织的影响 同时可以降低降解过程中生成的碎片 引起的生物兼容性的问题 与快速降解的电子器件 与快速降解的顺态电子器件不同 在许多的应用中我们需要顺态电子器件能有着更长的工作时间 例如为了进行手术后的监测和刺激 器件工作时间需要与手术的愈合过程 愈合的时间过程相匹配 然而有个问题是 一旦这个顺态电子器件进入体液中 降解反应立即开始 延长顺态电子的工作寿命 同样依赖于界面材料的研究 顺态电子与生物环境之间 我们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封装材料 作为体液隔绝层 常用的可降解有机材料 常用的可降解有机材料 只能将寿命提高到一两周 而高质量的无机薄膜 比如说是LPCVD氮化硅 已经被证明有着很好的阻绝体验的能力 体验的能力 然而一般这种有着较好阻绝体验能力 体验能力的材料 它非常致命 质量非常好 它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降解速率就会极其慢 且这种无机的薄膜材料 机械性能较差 难以大规模生产 因此我们这里需要研发 具有更高溶解度的 新型的无机体液阻隔材料 对于可生物降解的无机材料 实际上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 这里我们采用最活泼的 可降解金属铭作为指标 来研究PBS中不同的无机薄膜 对铭的保护能力 我们非常意外地发现 虽然这个PECVD氧化硅和氮化硅这个体验组合能力极其差 但多层结构显著提高了这个体验组合能力 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在界面处形成了氮氧化硅这种新型的材料 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 这里我在PECVD下通过 通过控制 精确控制不同气体的流量 精确地控制了原子的组分 从氮氧化硅1到4 我们可以是 我们得到的是氮的这个含量是逐步增加的 接下来我们就将通过不同的测试来探究 哪一种氮氧化硅更符合我们的要求 有个非常好的一点是 氮氧化硅和氮氧化硅和水反应生成的硅酸 之前我们提到过 硅酸是具有生物兼容性的 我们可以清楚地 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 进入到PBS中这个氮氧化硅的厚度的变化 溶解反应遵循反应扩散模型 这边的这个厚度和时间的这个线性关系 表明这个水解反应是通过表面反应进行的 溶解速率 溶解速率和温度之间的关系 遵循阿罗尼乌斯方程 随着氮氮氧化硅酸实 Surys 因此我们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原子组分的精确调控 来控制无机材料的降解速率 在这四种类型中 即使是降解速率最慢的氮氧化硅一 我们可以发现它也是远远高于LPCUD氮化硅的 我们这里制备出的氮氧化硅它是无定型的 对于非氢钛材料的仿真通常是极其困难的 这里这个Wolfton组基于这种special quasi-random structure 它通过一个相对较小的一个单元模拟出非氢结构 以基态的氮氧化硅为初始结构 它部分的氧原子被氮和硅原子取代 从而获得四种不同的氮氧化硅来匹配我们的这种实验数据 这里采用这个convex或distance 我们研究出了我们研究不同的氮氧化硅的热稳定性 较低的这个值就意味着材料更为稳定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结构中引入更多的氮化合物变得更加不稳定 同时即不是自由能的值也发生了增加 和我们的实验结果是相一致的 但这个对于这种降解的这个实验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这里是仅仅是一个非常非常初期的 进行了非常多假设的一个仿真模型 这里我们发现这个氮氧化硅一和氮氧化硅二都 它都具有着与LPCVD氧化硅相当的这个体液阻碍能力 并且可以在PPS溶液中保护这个活泼美的电阻车过两个月 具有氮氧化硅具有可调节性 我们可以说氮氧化硅是一种更好的可生物降解的体液组合材料 然而应用这种无机材料有着很多非常现实的问题 因为通常它的机械性能较差 易碎难以用作封装材料 这里我们研发出一种可以制备大面积的复合封装材料的方法 这里是这里我们采用的氮化硅是可保护 可以保护在减腐蚀下的氮氧化硅薄膜 时刻取出背面的硅片后 我们可以得到硅的还有硅手柄的氮氧化硅薄膜 然后我们用POG双层包袱氧氧化硅 通过激光七颗法去除手柄后 我们得到这种柔性的三层的复合封装材料 基于这个工艺流程 我们可以非常轻松的制备出龟片大小的封装材料 对于这种三层结构 无基层是置于中心面上的 它没有压力 它不会受到弯曲的过程中 它不会受到压力或者拉力 柔性主要是由无基层决定的 对于两毫米厚的氮氧化硅 这个弯曲半径约为0.5毫米 非常类似于硅的纳米薄膜 我们可以通过继续减小它的厚度 来进一步提高柔性 这个非常简单而经典的这个机械概念 中心面对于柔性电子器件里是至关重要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将这种封装材料用于非常我们实际的器件上 这里我将它包覆在无线的LED装置上 用这种包风采用 我们上下包覆了这种包风采用材料后 无线设备的共振频率在PBS容器中浸泡一个月后几乎保持不变 这是氮氧化硅这种材料首次用作可生物降解材料 氮氧化硅具有着与LPCVD氮化硅相匹配的体液组合能力 但它有着更好更快的降解速度 且这个透明度更高 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一种新型的封装材料 现在我们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封装材料 可以制备出有着更长工作周期的器件 因此我们就可以挑战更为棘手的医疗问题 比如中枢神经的修复 这里我们将这一无线电疗设备植入到了 因为中枢神经损伤而下肢瘫痪的小鼠中 每天我们在损伤的脊髓附近 施加这个周期性的电刺剂 并每周记录这个小鼠的这种行走数据 电刺技术 我们发现电刺技术有着一定的疗效 但是远远还没有达到完全恢复的这个结果 未来我们会服以药物神经支架等研究复合疗法 在中枢神经修复中的应用 下面我是一个简单的总结 这个我们提到有两个案例 是双层的聚酸杆界面材料 可以加速无线电疗设备的降解 而三层的复合界面材料 可以大大延长可降解器件的工作时间 因此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针对于不同的医疗问题 来匹配工作时间和降解速率 这里我们仅仅以可降解的无线电疗设备为例 可广泛的应用于不同的目标组织和器官上 例如用作临时的这个 临时的心脏起搏器 或者是进行抗抑郁治疗等 在博士期间 我采用的是不同的界面材料来提高 活泼纳米颗粒在潮湿空气和极性溶剂中的稳定性 博后期间是通过降解速率可控的封装材料 来调控顺态生物电子器件的稳定性 虽然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应用领域 但这个根源上的这个科学问题是相似的 如何采用界面材料来调控界面上的复反应速率 如何精确的调控界面材料的原子组分和纳米结构 来获得我们需要的化学物理和机械性能 在一个理想的情况下 我们是希望这个博士的这个训练 是可以将学生培养 不仅仅是将学生培养成一个领域的专家 更重要的是掌握一种研究的思维和方法 以求达到一个一通百通的效果 当然这是我们一个美好的愿景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两位导师的这个长期的指导和支持 感谢报纸单院士 陈慧明院士在电池领域的合作和指导 沃普腾教授和黄永刚教授在理论计算方面的支持 Stupe和France教授在医学研究方面的支持 同时会感谢我的所有的合作者 让我的博士和博后生涯是一个快乐而有收获的过程 最后感谢各位观众 在这里我也要做一个宣传 我的课题组长期招收博士后和课研助理 欢迎大家投简意 好 谢谢大家 赵老师讲得太精彩了 下面是进入提问环节 我看到有一些学生在网上的弹幕上已经发出提问了 看到其中一个问题 他说赵老师第十四页中 那个浮化里的层是致密的吗 十四页中 对 十四页 这个就要看怎么是定义致密了 我们这边可以说它相比于说 比如说是有其他 这个浮化里的 这边我们可以从这个高分辨可以看出 它是有这个5到10纳米的浮化里的颗粒组成的 相比于其他 它是一个高温反应 高温的气象的一个均衣的反应 相比于溶液法 或者其他的这个物理成绩法 它是更为致密的 对 确实 并且我看到你这个厚度也并且非常薄 再一点我觉得这个对理律的传输应该也是很好 而那个有同学 这个可以通过这个反应时间 我们可以精确的控制这个厚度 另外有同学问 那个就是那么离子电导率是如何变化的呢 就是关于这个浮化里这个在看 这个浮化里本身 这个它的离子电导率 理认值它是非常低的 一般情况下如果它是一个快状材料 我记得是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个不导离子的一个 一种材料 但当我们把它做成一种 这种由这种非常小的纳米颗粒组成 它就可以通过这个经界传输 这个材料本身它的导离子性能是非常差的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纳米结构调控 来提高它的离子的导理的这个能力 OK 我发现大家对这个浮化里这个挺感兴趣的 我看这个问题也是主要是其中的浮化里在一块 我看还有问题 还有同学问这个 无锡的浮化里层的这个机械性能是怎么样的 这边我提到过 应该是这么说 这种由纳米颗粒组成的浮化里 它相比于浮化里的快状材料 它的机械性能是提高的 但它因为相比于 如果将这种 但它依旧是一种传统的无机的这种 陶瓷材料 水居有线它还是一个翠型材料 将它置于这种非常软的锂金属表面 它这个机械性能还是有着非常大的问题的 你们可以看见 这个是我在多次循环过很厚的这个SEM 就可以看到 这个有这种 有一种这个保护层被压裂的这种感觉 你看这种一条一条的 这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在冲方件过程中 这个锂的厚度一直在变化 导致这个 这个浮化里在长期的这种循环过程中 它就会那个碎了 所以我在这边提出了一个 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构 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它同时能够保护 然后没有能够体积膨胀的问题 但目前我们 虽然这个机械性的这种 这种polymer的结构会 材料会更好 但是polymer相比于浮化里 它又有一个化学稳定性的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还并没有实现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界面材料来解决 满足我们所有的这个要求 OK 好 那个由于时间问题的话 咱们还有最后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还是浮化里的 因为是浮化里层是不全结晶的 就是说是浮化这个那它那个里里子的导电是通过经界呢 还是经格呢 还是怎么个导电呢 那边是怎么说呢 但是呃我并没有一个非常一个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表征来证明它是经界还是金额 但我个人的观点它是通过这个经界的 OK 因为肯定这个从这个这个 因为肯定是从一个更容易到这个倒立的一个途径来来传输 对对 对毕竟你感觉这个里根浮的这个棒子还是非常强的 对是它是应该是基本上可是最强的吧 对对对对 呃另外一个的话是有个同学问 硅纳米膜是通通过什么方法之类的 好像你的第二个部分讲到了硅纳米膜是不是 硅纳米膜 那 就是我 我看到你第一部分不是讲的里子的电池 第二部分是讲的生物电池 好像是用到了硅纳米膜是不是 哦生物器件 我记得是是第二部分我记得是 硅纳米膜是因为有一种有一种材料叫S 有一种现成的买的一种材料叫 SOI它是然后我们可以去除到去除这个其他的部分 然后就是呃就是在减的条件下 这个按时到其他部分就可以得到这个硅纳米膜 OKOK 当时呃但还有一种这是一种非常呃 比较简单的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也是通过这个减的腐蚀的情况下 我们精确的调控这个腐蚀的速率 直接从这个硅片作为初始值 然后得到这个硅纳米膜 OKOK好呃感谢赵老师的精彩报告和问题的解答啊 谢谢赵老师 那个赵老师你可能要退出共享了 好的 嗯 最后呢非常感谢啊 NML对科研云活动的大理支持 为了便于学习交流的话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持续关注和支持我们 谢谢大家 今天的报告就到此结束 谢谢 张老师 我来看有好多留言还挺有意思的 赵老师你讲的太漂亮 主要刚刚这个中文 中文这个讲的不太会讲 我还是好好的准备了几天 赵老师您这个跨度也很大 对 直接是两个完全 我感觉完全完全不一样的领域 真的太一样了 所以我就硬编了一个故事 把这两个凑到了一起 还挺有意思的 并且赵老师您的导师 都是大牛中的大牛 太厉害了 这个还是老板牛 我们个人水平还是 就是跟着老板混 赵老师你是刚回来是不是 对 怪不得那个11月份的时候 去年11月份 刚刚两个月前 咱们华东私校论坛 好像没见到你 对 这10月份 这是每年都要开的吗 每年都会开的 每年都会开的 对 那还挺好的 可以大家见一见 聊聊 对 都是华东 几个华东 华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